各位與會的嘉賓大家好 我想先呼應一下剛剛蔡理事長 的確這個場次的與壇人相當的多元化 剛剛政府的代表長官也有提出來 政府如何去因應台商回流的一些積極的政策 剛剛前面兩位先進也分別針對台灣的能源跟水資源的問題 跟一些建議提出大家的想法 那我想我在這個場次中是主要是以鴻基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如何做永續 我們如何做低碳轉型 那我們講到對於鴻基來講 我們要講鴻基的永續 其實我們第一頁就會先提到我們鴻基的使命 那所謂使命就是整個企業所有的同仁都在做的一件事 所以鴻基全球的員工我們每天在做的事 就是如何把我們的產品提供給客戶 是在財務上可負擔得起 縮短它跟科技之間的距離 那這就是我們也是鴻基在這個社會上能夠提供很重要的價值 跟生存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那我們的產品我想大家應該也算對這個品牌相當的熟悉 包括我們的核心產品 筆電桌機 顯示器 周邊 那另外的話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 一個企業它要永續 它就需要不停的創新 那鴻基的創新大概往兩個軸向進行 第一個就是從我們的核心產品擴張它的使用的這個族群 包括電競者 Predator 創作者 Concept D 都是我們近年提出在考量到我們的消費者的不同的族群 那第二個 在創新上面我們就認為說一個企業 它可以要 它如何要擴張自己的這個業務 其實就是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鴻基對焦的就是解決永續 這個聯合國提出來的永續目標這17個向線 我們就聚焦在如何解決這個全球永續的問題 那包括SDG4 這個健康福祉 SDG11 永續的這個城市跟社區跟13這個氣候行動 所以鴻基的創新主要是聚焦在如何提供一個更有智慧的城市 跟提供客戶跟消費者更智慧的生活 那這個是我們在永續上面得的一些獎項 那這個最主要是來呼應鴻基在永續上面的一個績效 那包括永續投資人 道求永續指數 摩根史丹林永續指數 富時指數等等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第三方的這些機構 那包括歐洲相當著名的一個客戶評估供應商的這個永續機構的平台 叫EcoVadies 我們也是在前1% 那此外的話在媒體上面我們也得到了相當多的肯定 包括富比市的全球最佳雇主跟這個我們在這個全球友善女性的職場上 我們也得到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那這樣的一個評比的成績 除了是反映鴻基的永續績效外 那剛剛陳如長官也有提到就是在可能在融資上面 會得到一些比較更多的這個機會之外 那鴻基是把這個永續的評比 當成我們在管理永續上面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第一個因為它具有客觀性 第二個它其實具有永續領導性 那回到我們今天在呼應這個論壇 要談到一些比較多重的風險上面來講 我想大家現在最關心的還是碳這個議題 那在這個永續的這個評比上面 我想這樣的永續領導性其實帶領了鴻基 我們從08年就開始進行全球營運據點的碳盤查 11年其實我們的歐洲就開始購買綠電 那在12年的話我們進行全球碳盤查的第三方查證 這個查證其實也回溯到2009年開始 那在13年我們對供應鏈的管理 就把它的這個碳管理的績效 納入供應商評分卡的一部分 並且在季度的這個業務會議裡面 我們會跟供應商的高階主管 跟鴻基的高階主管 會在業務評估會議裡面一起討論 到底我們可以怎麼樣再強化供應商在碳盤查上面 在碳管理上面的一個重要的績效 那我想這也奠定了這個 我們在2021年就宣布 2035年RE100的目標 那也在這邊跟之前的先進報告 目前鴻基已經做到 我們在2021年已經做到全球全集團RE45的目標 那2022我們現在盤查跟購買綠電評證等等 還有我們自己自發的這個太陽能發電裝置 我們大概算一算也差不多是44% 那除了綠電的目標之外 那我們也公開了一個我們在Net Zero 2050 近零碳排的策略關鍵策略 那原因是2050不管多困難它是全球的目標 那它是台灣的目標 那它也是企業的目標 那我們是對準了三個向線 一個是我們自身營運面 第二個部分是Acer的產品跟服務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供應鏈 這個我剛剛稍微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2021年 全集團全球的這個綠電比就已經到45% 那我們的做法 那當然第一個大家都一定都同意 都是盡可能的先從節能減碳開始做起 那第二個的話我們就是自射太陽能發電裝置 那我們在台灣在德國在荷蘭在西班牙 都有自射的太陽能發電裝置 那第三步才會開始買綠電跟綠電品證 那我們除了營運面之外 那宏記最重要的我們跟消費者跟這個社會 所接觸的就是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的產品面大概聚焦兩個向線 其實也跟剛剛長官提到的是一樣 就是營運面先減碳 第二個就是循環經濟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核心產品 在用積極的鼓勵大家 用這個PCR消費後的再生塑膠料 那我們也訂定了一個2025年 我們的這個核心產品 所用的PCR的比例要到10%到20%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降低我們 因為Acer基本上我們賣的 我們售出的一些 售出的產品基本上都是要用電 所以如何降低在這個耗電率 我們也有定了2025要比2016減低45%的目標 那在2022我們結算的這個數字 大概筆電已經到達減低39% 然後桌機大概減少34% 好 那除了剛剛講的營運面的做法 然後講到我們在產品面的目標 那事實上紅機也有提出落地的產品 我們希望消費者更能夠了解 其實在日常的消費行為中間 也可以做更有責任的消費 那我這邊有一個很短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來是那我這邊就來拍拍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Varrow綠色系列的影片 那這個系列我們是2021年推出 現在2023年是第三代 那今年的這個最新的Varrow的這個比例 在他的這個比例上的比較期待 其實那在這個我們在這個設計上也沒有提出 所以我看到他其實也有一個 所以他在這個包餐廠裡面 他在這個包餐廠裡面 就是像店這樣的電子產品 他買了以後 他的包材大概就在家放了七天 發現產品沒有問題 大概就直接進入回收體系 或直接丟掉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樣的包材 一次性的包材 在回收之前可以再利用 所以剛剛大家在影片上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可以稍微手動一下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收納箱 他裡面的緩衝材其實是可以變成一個筆電的一個筆電架 可以讓你在這個人體工學的角度上面 會更容易使用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這邊也有看到就是我們在外殼的使用回收料的這個比例 有從2021的30%現在到達40% 那其實在一個可移動式 而且每天都會開關的這個裝置上 其實這樣的比例是相當的不容易 要靠ID上面設計相當多的協助 那甚至在這個轉換器上面的這個PCR的比例 已經到了50%了 那還有我們在這個觸控板上我們用的是OBP 就是Oceanbound 就是海肺回收塑膠 那剛剛提到了我們的這個 外包裝的設計是可以重複再使用的 那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拆卸上面都是用固定的螺絲 標準的螺絲 所以一拆卸一回收也容易升級 那在這個設計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這個綠色產品的設計 其實是可能你看到本尊的時候 你會覺得更有設計感 那除此之外我們認為 紅磁座這件事還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比例的PCR 在可攜帶式的電腦上面 原因是我們認為其實身為一個品牌 我們其實要形塑這個循環經濟 我們一定要靠量 我們等於說是創造這樣的需求 帶領這樣的一個這個材料的開發 形塑一個更有循環經濟取向的一個產品的生態鏈 所以其實紅磁從2020到2021這三年 202022這三年 我們含有PCR的這個產品的出貨數量已經超過3000萬台 那Vero也從2021的一台到現在我們其實推出了40種產品 包括桌機包括投影機包括顯示器跟周邊 那講到我們的產品我想剛剛提到的是核心產品 那對於很多先進也是想了解說 對於一個企業它如果要永續 那它在創新上面到底要怎麼做 那所以紅磁我剛剛提到的就是我們對焦的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那我們如果講到低碳的話 其實我們有幾個實際的案例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第一個我們有一個這個停車智慧停車柱 我想現在大家應該慢慢都習慣在路邊都有看到一些智慧停車柱 它可以充電它可以自動偵測它可以去自動辨識 然後等於說現在不用一張紙去印出來 你再拿一張紙去超商繳費 那這個在北高在這個新北台北這個台南都有設置 那第二個這個其實是比較有話題性的產品 這個是我們在今年1月CES Las Vegas的電腦展推出的 叫做庫騎桌就是你一邊工作可以一邊腳踩自己的電自己發 然後可以充電 所以這個是然後再加上它這個外殼其實都是 桌面跟保護殼其實也是用PCR的材質 像背後的再生塑膠料製成的 那右下角這個的話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那這樣的一個電池它其實是有一些AI輔助的功能 就是可以去計算你這個踩踏者它怎麼樣踩踏的習慣 想辦法讓它的這個電池可以幫助你踩到終點為止 好這個是一些我們在新創上面的做法 那最後一里路就是我們的供應鏈 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這個品牌其實是可以帶著供應鏈 一起往更有趣的路上走 所以我們早在其實宏基早在2008年 我們自己在做碳盤插的時候 我們就帶著供應商一起做 那包括帶領的供應商一起加入CDP 宏基是台灣就是少數的CDP供應鏈的會員 所以包括現在其實已經導入第三階的供應商 那我們在評分卡裡面包括的碳方面的要件 其實是從盤插到減量目標到CDP的分數到綠電的比例都包括在裡面 那我們除了要求供應商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也有鼓勵供應商做標準以外的事情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提案跟宏基在產品上在服務上對社會提出更多的價值 那我們聚焦在產品的設計、回收、綠電使用、運送等等 希望透過另外一個倡議能夠讓自願性有沒有更好更有創意的解方發生 好 那最後就是讓我工商一下 就下禮拜就是睽違依舊的實體的電腦展在這個南港展覽館就是舉辦 那宏基在南港展覽館跟新義的相提廣場我們都有展區 那對於我剛剛所提到的所有的綠色產品、新創產品都會有實體的展示 大家都可以在現場直接做第一手的接觸 那最後的話我想呼應一下這個論壇 我想永續行動力 不管講了多少我覺得永續行動力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宏基一起合作 也可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加入宏基的Earthian的專案 以上謝謝各位